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4日 星期三 经过昨天的8号风波之后 今天的市场就有少少略为整固 事实上也很正常 星期一经过530点的上升之后 有些消化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恒指今早先高159点到24808点 创了今个月的新高 但由于股份比较反复 所以之后曾经轻轻低见24498 是倒跌151点 但不重要 因为恒指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咬着24600点左右的水平 值得一提 50天线现在大概在24605点左右 而100天线大概在24642点左右 即是指数 只要一直咬着50和100天线左右的水平 其实稍为整固 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反弹市的起步点 是9月25日的低位 23124 大家知道 指数已经突破了1020 已曾经突破50和100天线 只要稳守这个势头 市是没错反弹 但问题是如果有成交金额配合 可能会技术上 慢慢会发展成为 新一轮的中期反弹 至于成交金额能不能够配合 就相当关键 在哪里